今天我來告訴你 RCA跟XLR平衡端子聽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哈囉我是音響論壇的編輯洪瑞峰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是 許多音響迷在剛接觸音響的時候一定會遇到的 當我們在連接音響系統的時候 如果手邊的訊號線同時有 RCA端子跟XLR平衡端子 這時候我們之間的訊號線應該怎麼選 它的優點跟缺點有哪些 以及它的聲音特性上有哪些不一樣 今天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當我們在組一套音響系統的時候 在連接訊源跟擴大機之間 我們一定會使用訊號線 那這個訊號線呢 像我手中這一種就是RCA訊號線 它分別傳送音樂訊號的右聲道跟左聲道 那在交由末端的擴大機進行訊號處理 那像這種端子頭 我們統一稱為RCA端子頭 雖然RCA端子頭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見的訊號線之一 可是最常見並不代表它是最完美的 其實你從很多的基礎面設計去看 其實RCA端子頭它在設計層面 有著一些先天上的缺點 這些缺點其實也是導致它普遍的聲音表現 不如XLR平衡線的原因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CA端子頭它的結構 首先你可以看它的訊號線前面突出來的這一塊 傳送的其實是訊號的正極 那它中間內含的這個金屬圈呢 其實傳送的是負極 那由於每個廠商它在製作這個金屬圈的精密程度不一樣 導致它無法達到絕對真緣的狀態 那它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 當你的公頭跟母頭在咬合的時候 它整個接觸面的那個面積中間存在著一些間隙 就會產生涡流 而這些接觸不良 同時也會產生熔抗等問題 而RCA端子頭的另一個問題就是 端子頭的材料使用的普遍都不是純銅 而是合金銅 而合金銅它的導電率普遍都不高 那甚至有些廠商它會在原本的合金銅之外 再鍍上一層金就會再一次的影響它的導電率 這也是造成訊號傳送不良的原因 由於RCA端子頭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最完美的設計結構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廠商它會推出特定的端子頭 來優化這個設計 例如WBT CoolSonic 它們就針對了RCA負端的金屬接觸環做了優化 包括把原本一圈的金屬環做成一點負端 甚至是以兩個半月型的金屬結構來做取代 甚至它們會推出了純銅鍍金的端子 甚至是純銀的端子 這些都是為了要提升導電率達到更優質的訊號傳送 那反觀XLR平衡端子呢 它訊號的正極負極都是走獨立的PIN點 分別是正極負極跟接地 所以它優點就是它不會像RCA端子它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再來平衡訊號線的正極跟負極都有各自相同的完整訊號 在最後面合併的時候它們會把正負極的雜訊一併抵消 所以平衡訊號線的抗雜訊能力會比較好 同時也比較有利於長距離的狀態下做傳送 所以你會看很多專業的錄音室 它裡面使用的錄音設備其實都是支援XLR平衡端子 就是因為它們拉線的距離會比較長 但XLR平衡端子它也不是絕對完美的設計 雖然它解決了RCA端子頭接觸不良的問題 但它一樣會受到現身內部的焊息成分而影響它的聲音品質 另外就是為了要把XLR平衡端子發揮它的最大效力 你前端的數位訊源跟末端的擴大機 它內部也最好要採用全平衡設計的線路 這樣子才能把XLR平衡端子發揮它最大傳輸的能力 那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看見市面上有一些器材不支援XLR平衡端子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內部的線路設計並不是採用全平衡的設計 因為RCA訊號線跟XLR平衡訊號線它們本身在設計結構上的不同 而這也自然的造就它們聽起來不一樣的聲音特性 你常會聽很多音響民說XLR平衡端子聽起來動態比較大 音場比較寬,然後細節比較豐富,聲音聽起來比較飽滿 音質聽起來也會乾淨一點 在詮釋一些大編制的古典音樂的時候聽起來會比較有氣勢 那反觀RCA它的音質就稍微細膩一點 音色再柔美一點 那聆聽一些小頻音樂 譬如說像是鋼琴、吉他、小提琴 聲音的音樂性會比較好 同時音質也比較耐聽 像我目前使用的Cardas Pasek RCA訊號線就屬於這種類型 那搭配我那一對Focal Electra 1007b 就會在音質上稍微再柔和耐聽一點 那以上這只是個大方向讓音響你做參考 實際上還是要你實際的去搭配跟視聽會比較精準 不過不管以上怎麼選擇 我認為最不乾淨的做法就是 你的器材明明只有支援RCA端子 可是你卻另外買了一個XLR平衡端子來做轉接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非常不衛生 因為你的訊號多過了一層 等於你一定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耗損 這樣子不如你一開始就用RCA端子頭就好 以上就是我針對RCA跟XLR平衡端子所做的一些 優點跟缺點上的分析 希望你們可以從中學到一些知識 喜歡我們頻道的影片記得按讚跟分享